今天我们玩的这个游戏名字叫《运恒之柱》 感觉是一个场景很宏大的游戏 那么就一起看一看怎么这个人物设计欧美分寒很能语 应该开始游戏了 看一下有没有中文 可以按音乐里 没有中文啊 这得考验up主的小学音语水平了 就进语系选一个storytime 哇 这操作的按键这么多 我们一会儿都试一下 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可以开始了 下一个就是一个剧情的介绍 然后可以创建角色男性和女性 选择这个可以变换装束嘛 这边应该是选择一个不同的种类是吧 正选择一下 这应该是让你加点的 那我就开始 这应该是让你加点的 选择文化 我觉得这个应该有 中文版的话会更好一点 这个脸太丑了 有什么丑啊 这感谢 还有什么发型 有21种发型 这个发型不错 我们就选这个吧 这个是什么 这个有错 然后皮肤头发 头发颜色可以选黑色 需要输入名字 123 先开始让我们在这个部落里 有到吗 我认为你 对话完毕了,不应该去探索一下 这个游戏运手柄玩的话感觉奇怪,因为有些东西你要选择 现在我们去干什么?探索地图吗? 诶,我的小伙伴呢? 这是不是法术相当于? knockdown 这个游戏对英文水平要求高啊 开始干涂了吗? I shall I shall 这个战斗不是那种实时的 得到一个宝贝 不是那种实时的战斗 还是选 你选择一下,然后选择行动模式,然后再战斗 所以这个不符合现在潮流发展啊 好,现在我们回到营地 现在的任务是找不到那个就是什么 死了,S,Catraling for 风格 我还要在哪呢? 你会在哪呢? 画分有点感觉像暗黑的风格 这个应该是买武器的 买斧子 剑 先不买 先去找那个人去 这个地属应该挺大的 这个问号 现在过不去 地图上还有标记吗 看一下那个人在哪 也没啥标记 这个是章节剧情对话吗 头疼 为什么没有砖稳 找到一个什么东西 这后被人暗杀了吗 就开始战斗了 这个打斗就是比较奇怪 这样选择 attract 上去打他 attract 感觉一会儿 这种打斗像是战棋分割 找到了7个金币 这个是会射箭的 他得到了一个弓 现在让我们回到营地 改个东西 先剪 先顺一波 喝杯啤酒 没了 我们就先回营地去 这个游贵 我要上去击杀它 他就口了 他有钱 先先录一波 这边有多少钱呢 我们又可以搜刮的东西 哇 这边人比较多 有三个人 可以选择搜刮钱吗 跑啊 跑啊 这有什么 有什么异常要发生 怪又出来了吗 他们被传到这个洞里了 看下地图 地图这个洞都是黑的 看来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往前看险了 这个游戏的地图应该是特别大 特别大 有宝藏 全路走 很早之前 很早很早之前 不是那个博德之门 那个游戏也挺强的 但是就是这种划分 感觉这是个迷宫啊 这上去是不是要踩 这什么龟 我可以跑吗 这两边喷火会损失一部分血 这个地图的慢慢探索 所以说这个游戏比较适合英语特别好的大神 这样的话起码看剧情应该是没问题 它玩起来的话典型的这种中世纪风格的游戏 但是它的打斗感觉有点像战棋类的 你得先选择你要打谁 然后选择行动指令 这个我觉得不如那种直接上去干的游戏比较爽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试试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我们本期就录到这里 大家记得一键三连加关注 和近期分享好玩的游戏 那么拜拜 下期见